《参禅》的人对《禅门公案》内 某些话下功夫去参救 称为参话头 什么叫做《禅门公案》呢? 《公案》两个字 本来的意义是唐朝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 《禅》中将历代高增的言行记录下来 作为坐禅者的指示 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思维的对象 坐禅者的座右名简称为公案 这种风气昌似于唐代至宋代大乘 《禅门公案》大约有1700多则 通用的不过是500多则而已 这些公案记录在禅中的典籍之内 好似碧岩禄、无门关、正法眼葬、景德传灯禄、 紫月禄、五灯会员等等 《公案》的内容是什么呢? 据一个未曾说一字的公案为例 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 文殊菩萨请世尊把握最后一刻 为众生再说法一次 世尊就说了 文殊我在世间教化四十九年 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你要我再说法一次 我曾经有说过法吗? 我不但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亦从来没有说过法 这个公案时人提名为 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 另外有一个丹霞宵佛的公案 丹霞禅师当他住在惠林寺时 天寒地冻 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他将木佛像拿来烧火取暖 众争指责他大逆不道 丹霞就说了 你们搞错了 我不是对佛法不敬 而是想烧出舍利子 大众就说了 木头怎么可以烧出舍利子 丹霞就说了 既然你们知道佛像不过是一块木头 那么我拿来烧火取暖 你们为什么说我大逆不道呢? 公案是要行者去思维 才误到其中道理的 丹霞宵佛这段公案 告诉我们 执着佛像、木头、形相 是崇拜偶像 迷霉了佛法的道理 如果在事相上沉密真理 是越沉越执着的 禅中有云门饼赵州查的公案 这则赵州查公案 是在于消除禅者的妄想分别心 有人来问佛法 如果用言语文字去解释 就成为自己的知见 当下成为法执 如果不用言语文字 就无所显示 说有执有 说无执无 禅中不是在有无上妄想分别 于一切处无心 平常心事度 吃茶、食饭、混水担柴 迎宾接客 一切都是参禅者的功夫 参禅者 只要于无心处下功夫 真理自然显然 不必去着意沉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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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